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在王清老师的带领下 学习了算法与程序设计的基础知识 知道了算法的三种基本结构 顺序结构 分支结构和循环结构 同学们一定很好奇 分支结构究竟是什么样的 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在计算机中又该如何表示分支结构呢 接下来就请大家准备好纸 笔 跟随我进入今天第二单元的学习 第一课 分支结构 在本堂课中 老师将会带领大家 通过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来学习分支结构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分支结构 要说分支结构是什么 同学可能还不太清楚 但是以下的生活场景 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出门时 你会根据天气 选择合适的衣服 倒垃圾时 要把不同的垃圾放在对应的垃圾桶里 生病时 体温计会根据测量到的不同体温 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快递公司则会根据快递的重量和目的地 自动地计算出运费 其实这些场景里都有分支结构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一个问题来认识它 输入一个整数 判断其机偶性 若它是偶数 则输出是偶数 否则输出是机数 同学们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一起先来分析一下 当我们输入一个整数 假设为x 我们需要对x的机偶性进行判断 判断x是不是偶数 若是 则输出是偶数 否则输出是机数 我们前面学习的顺序结构 是自上而下 依次执行算法的每一个步骤 可以解决输入 计算和输出等问题 但是却不能进行判断和选择 所以当我们碰到需要对某一条件进行判断后 再选择不同操作的问题 就会用到分支结构了 分支结构可以对某一条件进行判断 并根据判断的结果采取不同的操作 它常用来解决需要判断和选择的问题 它用到了流程图符号中 菱形的判断框 我们将判断的条件写在菱形框里 菱形框的四个顶点中 通常用上方的顶点表示入口 再从另外的三个顶点中 选择两个表示出口 当条件为真实 选择标识为y的分支 执行step1 否则选择标识为n的分支 执行step2 最后将两条分支汇聚在一点 表示分支结构的结束 从右图中可以看到 分支结构可以使算法 根据条件的判断在两个预定的处理步骤中 选择执行其中的一个 所以分支结构又称为选择结构 要注意的是 分支结构只会从两条分支中选择一条来执行 不会不选 也不会都选 执行了step1 就不会执行step2 反之亦然 所以使用分支结构的关键 在于条件的设置 要能够区分各种可能情况 避免出现重复或遗漏 好 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 尝试用分支结构来解决它 当输入一个整数后 我们该怎样对它进行判断呢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判断框 然后需要构造一个条件 有了条件才能判断 对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问题来说 x是偶数就可以作为我们判断的条件 能够用来区分两种情况 若条件为真 则输出是偶数 否则输出是基数 在完成选择后 我们将两边的流程线汇聚到一起 然后结束 这样我们的流程图就画好了 对于像这种在两条分支上 都有执行步骤的分支结构 我们称之为双分支结构 当我们输入5时 条件判断的结果为false 所以会执行标记为n的分支 输出是基数 而左边输出是偶数的步骤 就不会被执行了 分支结构的流程图 看着挺简单的 但是自己画起来 也很容易出错 下面老师要给大家 看几个流程图 图中都有不规范的地方 请同学们睁大眼睛 一起来找找吧 在这张流程图中 我们发现 判断框的出口 只用了一个 这是不规范的 再来看这张图 同学们来看一看 问题在哪呢 你有没有觉得图上似乎少了点什么 是的 在这张图中的判断框 虽然用了两个出口 但是没有在流程线上标明两种结果分别对应的是什么 一般我们可以用是或否或y和n来表示 这也是大家在画图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 有什么不规范的地方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结束的地方 有两个箭头指向了结束框 对于分支结构来说 这是不规范的 在结束时 需要将两条分支上的流程线汇聚在一点作为出口 那么怎样才能画出一个正确又规范的分支结构流程图呢 有以下几点需要同学们注意 流程线走直角有方向 也就是尾端需要有箭头标明流向 条件判断的结果需要标明在出口的流程线上 以是否或y和n来表示 在学会了画分支结构的流程图后 我们可以用变量a来表示 然后我们需要思考 这道题会出现几种可能情况呢 如何区分这些情况呢 经过分析 我们知道应该有两种情况 是通过a变量的值来区分的 对于a变量来说 当a小于0 即为负数时 我们可以让a变量的值变成它的相反数负a 而当它为非负数时 它的绝对值是它本身即为a 由于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两种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分支结构来解决 最后 由于在处理环节 仍然使用了a变量来保存绝对值 所以输出的变量还是a 下面来设计流程图 先完成输入部分的设计 然后设置判断的条件 条件可以设置为a小于0 当条件成立时 我们将a变量的值变为它的相反数 否则仍然等于本身 将两条分支汇聚在一起后进行输出 然后结束程序 在流程图里 你可以用自然语言来描述条件 也可以直接用条件表达式来表示 然后我们发现 在其中的一条分支上 出现了一个让a等于a的步骤 同学们想一想 这个步骤可以去掉吗 解决问题的办法 往往不止一种 如果我们将它去掉 直接变成流程线 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可以将它稍作改变 变成右边的样子 像这种 只有在一条分支上有步骤的分支结构 我们就称之为单分支结构 双分支结构和单分支结构 都是十分常见的分支结构 它们的区别在于 双分支结构的两个分支上都有步骤 执行时会选择其中一个来执行 而单分支的某个分支上是空操作 即什么步骤都没有 我们也可以把双分支结构 理解为用来解决二选一的问题 把单分支结构 看作用来解决做不做的问题 在知道了什么是分支结构 以及分支结构的两种形式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计算机是如何实现分支结构的 计算机只能识别程序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一下 VB语言中分支结构的控制语句 F语句 先来看一下双分支结构 F语句的一般格式 关键字有F Then Else 和EndF F后面写条件 如果成立 那么执行Then后面的语句 不成立 就执行Else后面的语句 EndF表示分支结构的结束 对应到流程图中 我们也来看一下 F对应的是判断框的入口 表示分支结构的开始 再用条件表达式 来描述判断框中的条件 表达式的结果 因为逻辑值True或False 对应的出口 分别用Y和N来表示 Then对应的是条件成立时 执行的Step1 换行后 将Step1中所有的语句 全部输写完成 形成语句组1 写完后 换行 再写Else 对应的是条件不成立时 需要执行的Step2 注意 Else语句是单独乘行的 后面是没有条件表达式的 换行后 将Step2中的语句 全部输写完成 形成语句组2 最后以AndF表示分支结构的结束 单分支也是一样 F条件表达式 Then后选择执行条件成立时的语句组 最后以AndF结束 对应到流程图中 我们也来看一下 F条件表达式 换行后 进入条件成立对应的全部语句组命令 最后以AndF来结束 因为在单分支中 条件表达式为False时 不需要执行任何语句 所以单分支结构是没有Else的 在写分支结构语句时 为了提高程序的可读性 便于程序调试等原因 在输写程序时 往往会根据语句间的层次关系 采用缩进格式 可以通过键盘上的Tap键来实现 下面就请同学们来试一下 看看自己能不能将刚才我们设计的流程图 对应的VB程序代码填写完整 这是刚才第一个机偶性判断的问题 中间给同学们留了三个空格 分别对应的是分支结构的条件 和条件成立 及条件不成立时对应的语句 请同学们动动脑筋填一填吧 同学们都写好了吗 在这里是一个双分支 所以我们使用了双分支的语句 那么我们该怎么表示 x是偶数呢 在程序代码里 就只能用条件表达式了 是不能用自然语言的 大家可以从偶数的特点入手 如果x为偶数 那么x除以2的余数 就应该等于0 如何表示x除以2的余数呢 我们可以使用 整除取余的运算符MOD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条件表达式的位置上 写xMOD2等于0 表示x除以2的余数为0 当然在这里 其实也有别的表示方法 同学们可以在课后思考一下 写完了条件 我们就可以写出两条分支上 分别的对应的语句了 若是 则用print语句输出是偶数 否则elseprinter是基数 最后用endf来结束分支结构 这样代码就完成了 让我们也来输入一个数试一试 还是输入5 因为5模的2等于1 不等于0 判断结果为false 所以不执行then分支后的语句 而是执行else分支上的print基数后结束 若输入的是6 则会在执行完print是偶数后 直接跳转到endf语句 来结束分支 我们再来看看单分支的例子 刚才的绝对值问题 步骤也是一样的 先进行变量声明和输入语句的书写 然后写分支结构 这道题的条件表达是比较简单 可以直接写f a小于0 then 条件成立时 写y分支上的语句 否则什么都不用写 直接用endf结束分支 然后将变量aprint输出即可 同学们 请留意一下printa这个语句的位置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要写在endf的后面呢 它可以写在endf的前面吗 如果不可以 又是为什么呢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写在endf的前面 这样一来 就有可能发生没有输出的情况 那么这道题 不用分支结构来做行不行呢 有同学说 可以的 你会怎么做呢 用一个abs绝对值函数 就可以达到跟这个分支结构 一样的效果了 但是abs函数 其实也就是使用了 这样的判断方式 来实现绝对值的输出的 同学们可以在课后 进行一下尝试 同学们 现在大家对于分支结构的特点 一定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我们能用分支结构 来解决哪些问题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如何使用分支结构 来解决问题吧 这是一个计算价格的问题 某文具店开业促销 同一商品买10件及以上 总价达9折 请设计一个算法 要求能够输入购买的商品单价和数量 输出应付款 拿到问题后 一般先要对问题进行分析 还是要从三个方面去考虑 输入什么 如何处理 最后又输出什么 从题目中可以看到 有两个变量是需要通过输入得到出值的 一个是单价 我们可以用P表示 一个是数量 我们可以用N来表示 然后我们又在题目中发现 买10件以上是可以打9折的 于是出现了两种情况 不打折和打9折 我们可以使用分支结构来解决它 那么 由什么条件来决定打不打折呢 通过对题目的分析 可以知道 是由数量N来决定的 所以条件一定跟数量N有关 当N小于10的时候 不打折 所以应付款应该表示为 S等于P乘以N 而条件不成立时 也就是N大于等于10的时候 打9折 即S等于P乘以N乘以0.9 最后 别忘了算法是需要输出的 需要输出的变量为应付款S 下面就开始设计算法了 我们还是使用分支结构的流程图 来描述算法 输入输出部分可以先画好 分支结构的条件 我们可以使用N小于10 满足条件的表达式为 S等于P乘以N 否则 S等于P乘以N乘以0.9 当然 如果我们想把N大于等于10 作为判断的条件 也是可以的 只要再将两条分支上的语句 换个位置就可以了 但是 N小于10和N大于等于10 这两个条件 不会同时出现 因为如果N小于10的条件不成立 则N一定是大于等于10的 不用再多判断一次 总之 条件的设置 要能够正确地区分所有的情况 分支上的步骤 也要与条件成立与否对应 下面就是编写程序的环节了 先声明需要使用的变量及其类型 然后完成输入语句的书写 讲到这里 听课的同学试试看 能不能自己把后面分支结构的程序代码写出来 然后再与老师的答案进行核对 同学们可以对照左边的流程图来写 写代码时 要想一想老师刚才提醒过的几个容易出错的地方 在这边 好了,同学们,差不多该写好了吧 让我们来核对一下 fn小于10,then,换行 写条件成立时的语句s等于p乘以n 写完以后换行写else 再换行写条件不成立时的语句s等于p乘以n乘以0.9 再换行写endf结束分支 最后将结果输出 这样我们的程序代码就完成了 在编写分支结构程序时 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 比如有没有同学在else的后面多写了一个条件呢 else表示否则 能执行到这里就说明n已经是大于等于10的了 所以不能再多写条件 还有的同学可能会出现把prints和endf顺序写错的情况 在这道题中是分支结构结束了以后再输出s变量的 所以prints也要写在endf的后面 最后可以对程序进行调试和运行 如果没有VB也没有关系 同学们可以等回到学校以后再进行调试 有同学说 老师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不止一种 他的想法是 能不能先计算出总价格 再根据购买的数量判断是否打折呢 同学们可以在课后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看看如果按照他的想法 设计出的流程图是什么样子的 好了 时间过得很快 一节课就要结束了 今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分支结构 以及分支结构的两种形式 最后给同学们留了两个小问题 作为思考和讨论 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习了分支结构 体验了用单分支或双分支结构 解决了简单问题 你一定对分支结构的特点 有了更深的认识 但是没老师猜 你们一定也有很多新的疑问 例如 如果我要从三个选项 或者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 那该怎么办呢 就让老师下节课来告诉大家吧 感谢难道 感谢难道 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